尼泰南达 大家好,我是曼尼泰开拉萨南达 我的师傅尼泰南达大师呢 是印度教神 师婆神的转世 是在沙凡达 昨天大师在开示中讲到了 这个非常的重要的宇宙法则 就是这个世界是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身边所有的人 不管是我们爱的人还是恨的人 不管是我们遇到什么样的事件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内心显化的 也就是说呢 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没有资格去抱怨这个人生 抱怨这个世界 因为这一切的原因 都在我们自己的内心而已 在这个基础上 大师说我们要更有觉知的去面对人生 就是要在合一性的基础上呢 去有意识的改善自己的内心的空间 这样的话呢 我们身边人和事发生 和对我们的态度呢 就会立即的改变 所以呢 这个是真正的宇宙法则 在这个基础上呢 大师说 吃这个mucus这类的 就是粘脂的这类食物呢 是造成我们意识 被 可以说是 被毒害的这样的一个原因 如果我们能够在未来的这段时间 清理自己的身体 不再碰这些有粘脂的食物呢 我们的意识觉醒度就会增高 你可以呢 从梦境醒来到觉醒 到清醒的状态 从清醒的你可以到 更加有觉知的 觉醒的状态等等呢 大师在跟我们讲这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新的食谱呢 是什么 大师说呢 就是只吃水果 蔬菜和菠菜 只吃这三类 只有 就是只是坚持这三类的食物 在未来的这两个星期呢 大家就可以感受到 你看待世界的这个 眼光更加的清醒 你的意识觉醒度就提升了 并且呢 包括你的愤怒呢 也都会减少 大师说 所有的这些脏器的这个炎症 就是因为这个粘脂造成的 比如说你的肝脏有炎症 它就会慢慢的演化成脂肪肝 然后你的肠胃有炎症呢 就会慢慢的变成这个肠道炎之类的 所以呢 所有这些体内的炎症呢 或者是粘脂造成的炎症 就是让我们的脾气不好 让我们的心情起伏 所以如果你能够吃这个 没有粘脂的这个食物 刚才讲的 蔬菜 水果 还有菠菜 一段时间呢 你的身体就会 清理这个 粘脂呢 那自然而然的 你的脏器的这个炎症 就会消失了 你的生活 你的脾气就会变好 然后呢 你的这个 意识觉醒度就会提升 然后大师说呢 在睡觉之前 可以用五瓣算 然后四分之一勺的姜黄 再加半勺的这个 呃 呃 自然 然后把它放在水里 打碎喝呢 呃 再去睡觉 这个就可以帮助我们 强烈的清理体内的粘脂的 所以呢 也把这个 呃 食谱告诉大家 这个药方呢 呃 让大家都能够在未来这段时间 强烈的清理自己体内的粘脂 消炎 然后呢 你自然而然的 身体就会变得越来越轻松 头脑就会越来越清晰这样 然后大师也说呢 呃 在整个开拉萨 在电子开拉萨呢 我们 就是要杜绝所有的愤怒和暴力 这个大师说呢 在电子开拉萨 它是 一个灵性的指导 但是在我们的寺院呢 就是我现在生活这个 这类的寺院 就是所有的愤怒和暴力呢 就是要呃 是法法法律 法律了 就是开拉萨的法律 要被彻底的禁止这样 所以呢 呃 也希望在未来这段时间 大家呢 都把这个大师的教学 作为自己人生重点呢 让自己用大师教的这个 呃 生活方式去吃饭 然后同时呢 在你的人生当中呢 呃 绝对的要遵守大师的教学 就是让自己呃 消除自己所有的愤怒和暴力这样 呃 有些同学问 那柯子粉和碧麻油还要吃吗 呃 这些是 不是你的食物 这些是你的生活方式 这些是可以继续的 所以它和这个食物呢 是不一样 就是食物 你不要再碰任何的 其他的食物了 就只吃这个蔬菜 呃 水果 还有这个 呃 呃 菠菜 就大师说呢 最好的食物就是空气 prana 就是不吃不喝 只是呼吸空气 还有阳光 第二级别的是水 第三级别就是我刚才讲这些 第四级别就是穀物 第五级别呢 就是呃 呃 动物的 生产出来产品 比如说牛奶 蜂蜜 最最糟糕的就是动物的肉体这样 所以呢 你是什么样 吃什么样东西的人呢 你就是什么级别的人 所以如果你想要做一个高级的人呢 你就是要往上走 不要往下走 所以如果你尤其是你现在还在吃动物 呃 的肉呢 呃 这个一定要停止了 不要让自己做下等人这样 嗯 这样的话你的人生是不会真正的 呃 健康幸福的 这个是真正的一个自杀行为 然后都希望大家都能往上走 但是吃的越少越好 这样 最最好的呢 是不吃不喝 就是像大师讲的 就是空气和阳光 呃 这个得到大师的点化是 尼尚哈萨米亚玛的点化呢 是可以实现的 当然了 这个不建议大家就是绝食 呃 在没有这个呃 灵性的能力的之前呢 就去做这件事情 这是需要一定的修行的 只是告诉大家有这样一个认知 就是食物不是像我们 玛雅或者是无意识的社会讲的那样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身体 其实有自己自足的能力的 只要你把这个基因叫醒呢 呃 越少吃食物 其实越好的 感谢大家收看 看这一期你点了灯